考生拼高分就是希望能够进入理想的大学 但是有时候大学的好坏可能未必跟分数的高低划上等号 今天公布的大学系所评鉴结果 在八家接受评鉴的学校当中 私立冯甲大学跟高雄医学大学全部都通过表现最好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国立的成功大学却有13个系所被列在待观察名单 而中央大学跟交通大学也有部分系所待观察 大学指考7月1号就要登场 97年下半年的大学评鉴结果也出炉了 可能未成为学生们选田志愿的参考 这次八个接受评鉴的学校并没有未通过的系所 只有30个系所被列入待观察的名单 其中成功大学就占了13个 其次是中央大学的9个 交通大学3个 东吴跟长庚各有两个系所 名传大学有一个系 评鉴中心表示 国立的研究型大学由于研究所 担任师资不足是需要再观察的原因 大部分采取用和平的方式 甚至有一些系所没有独立的师资 没有独立的系所 系务会议没有独立的系课程委员会 系教评会 这个是影响到一个独立所的独立运作精神 评鉴中心也公布了之前未通过的系所 追踪评鉴的结果 其中只有张世大的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 台东大学应用科学系 和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学系的学士班 还是被列为待观察 待观察目前还没有说完全一定要怎么处理 由社会大众他们去考生 在显天志愿的时候他们进行去参考 教育部表示 如果学校不服评鉴结果可以提出申诉 教育部也强调 评鉴制度有其必要 不会因为学校反弹就不做 记者陈淑君 徐启峰台北报导 再评鉴服务部理